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极简至于我自己来想的话就是画范围简 最简单反倒能体现出事物的本质 比如说画少 它就会很有说话的 不然一直兜兜兜兜兜兜兜 有些时候我自己像画老一样反倒跑掉了那个观点 所以有时候画少有可能是质量会好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非常喜欢设计 我自己很喜欢室内设计 而我认为越少的设计的线条 越简单的线条更能凸显一个房间一个空间 最美好的你想表达的具体的美感 所以我对极简的认知就是这样